哈利路亚,愿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题是,在钱财上有智慧。 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缺乏钱。 虽然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待一分钱, 走的时候也不能带走一毛钱。 但是从出生到离世中间,我们跟钱剖离不了关系。 大家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借出钱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父母给你的押税钱,可能零用钱。 那你就开始要想了,那我要怎么样? 对这个钱要做什么事呢? 到你很老的时候,你跟钱脱不了关系。 到你很老的时候,跟钱也脱不了关系。 你要看啊,政府的老人金一个月来了没有啊? 那以后我要走了,我的钱要怎么处理啊? 所以一天活在世上,一天就要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你的钱财。 那你买一份报纸来看,其中有一本,财经版,就是讲钱的。 那一本特别厚。 证明很多人对怎么样赚钱,怎么样来处理钱,非常的想要知道更多。 你去书店啊,哦,很多理财啊,赚钱啊,那些书啊。 因为在世界的层面来说呢,人产生了很多怎么样理财的智慧。 但是,我们知道,最有智慧的一本书是圣经。 因为圣经是神启示的,神比人更有智慧。 所以从神的观点来看钱财,是比人的观点看的更清楚,更透彻。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我们最近读的真言智慧的书来看看,金钱上怎么样才成为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常常读真言,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钱。 你也会知道金钱实在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怎么样得到财富。 第二个方面,怎么样来处理你的财富。 第三个方面,我们怎么来累积我们的财富。 这个就是所谓的赚钱、花钱、存钱。 但是我们是从圣经、属灵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方面来讲,咱们来求财。 我们看真言的十三章。 真言的十三章的十一节。 真言十三章十一节。 请读。 第一种求财的,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要勤劳之需。 勤劳,很努力的工作来存钱。 这个是很古老的智慧,其实圣经里面早就有讲。 我们不要以为啊,说我要很短时间内用很简单的方法得到很多的钱,是现代人才想出来的。 其实古代都有这些方法,只是工具不一样而已。 那如果你不太需要劳力而得到的钱财,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得到。 以现代的俗语,这叫做投机。 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想说它应该在很短时间之内,它的价值会升高很多。 那你不需要做什么,它的价值就升了。 那不太需要劳力得到的钱财。 没有错,它会出现。 这种机会会有。 但是圣经早就讲啊,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 太容易得到的,也会走得很快。 真的,我们发觉,有时候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 那最好的,累积钱财的方法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努力工作,慢慢存。 它不会马上的,一个晚上,或是一个礼拜之内,让你翻十倍,一百倍。 但是呢,你慢慢这样子累积累积,十年,二十年,慢慢累积起来,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真言的二十八章。 真言二十八章,第二十节,二十八章二十节。 这里说,要努力层层实实地去工作,层层实实地做买卖。 有一些人想要用很短时间的方法,就能够得到很多钱。 当然这不能太老实啦,他们就想那些奇怪的,或者是歪的方法啦。 为了要得到这个销售,去骗客户啊。 卖一些不诚实的,不好的那些产品呢。 这样子的急俗发财,到最后都会受刑罚。 我们看到在社会上面啦,有一些所谓的经济的罪犯。 哇,最近的骗徒很多啊。 我们每次接到电话,不是中国领事馆打来,就是DHL有什么包裹。 接到都不想接了这种电话,但是还是每天打来。 前两天在新闻报导,有一个警官出来新闻记者会。 他说他自己也差点被诈骗集团来骗了几万块钱。 真的,现在外面骗集团很多啊。 当然不一定这些还是小数。 但是却很多人很想很快得到钱财。 但是他忘记要成成实实。 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你要累积钱财。 第一,诚实。 第二,努力工作。 第二,不要去动歪脑筋。 甚至不要想很快的时间发达。 我们看真言的二十三章。 真言的二十三章,第四节。 真言的二十三章,第五节。 第五节。 第一,圣经告诉我们怎样来有一个正确追求财富的观念。 第一,当然要努力工作,但是又不要太过劳碌。 每个人每天为了赚钱,工作八个小时是应该的,也是本分。 每个礼拜至少工作五天,也是法定的,也是本分。 但是,如果我们每天工作十十几个钟头。 周末要没有了休息。 晚间聚会也没办法来,安息日也没办法来。 哇,那也没有时间陪家人。 你就是过度的劳碌了。 过度劳碌有什么不好处? 第一,你忽略你的身体。 有一个年轻人去到外国工作。 因为从乡下出来,他很需要钱,天都在。 所以每天工作很长时间。 周末也不休息。 结果几年之内存了不少钱。 再也还光了。 自己有一些秩序了。 但是这几年当中,他不顾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去聚会。 有一天突然倒下来,送到医院。 医生宣告他说,对不起先生,你得了不治之症。 这个年轻人就跟医生说。 医生没有关系,你多少钱告诉我,我这几年赚了很多钱。 他觉得靠着自己的聪明啊,什么东西都有办法用钱解决。 医生说,你给我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是剩很短的时间。 最后也是死了。 一毛钱带不走。 所以刚刚所说的努力工作是必须的。 但是求财的智慧啊,是你要有节制。 不要劳碌求富,英文讲的很清楚,不要太过分。 我们要看光了自己的身体。 年轻的时候,用身体,用时间,用生命来换钱。 但是呢,很早现在的人提早老花了,衰退了。 到生病的时候,用钱想要去买健康买生命。 但是买不到啊。 所以就是要有智慧。 那第五节呢,要讲到求财的另外一个智慧。 我们再读一下第五节。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 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这是真正对钱的智慧就在这里。 就是你要怎么看钱这个东西。 你要看清楚,你的人生才会清楚。 你要将钱放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信仰,也不读圣经, 大部分的人会看钱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他会把赚钱放在头号重要的事。 因为他想要有钱才有了一切。 没钱什么不用说。 所以他的眼睛整天就盯着钱,还有他的银行有多少钱。 我们会拍照的人都知道啊,现在的手机也很好,会很会拍照。 拍照的时候,你焦点盯着一个地方,别的东西就会模糊。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人生眼光只看到钱,那其他东西就模糊了。 家庭,哎呀,模糊了,没关系,他们都在,没关系。 健康暂时不是很重要的,没关系,模糊了。 他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的信仰,哎呀,这个也不重要了,我还连钱还想那么远。 他会把大部分的经历,人生的所有的目标放在钱方面。 好了,但是你虽然把眼睛放在钱财上。 但是圣经说啊,钱会长翅膀,飞走的。 这好像鸟啊,刚生出来,一只小鹰啊,一开始不会飞啊,人家羽毛还没长出来。 但是慢慢长大的,他会学飞,他会离开你。 有智慧的人会看清,钱有一天一定会离开你。 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离开你了。 去年还是前年啊,这个国际上面炒那个比特币啊,炒得非常的火热。 哇,大家其实根本搞不懂比特币是什么。 哇,很多人都不懂。 但是呢,这个东西突然间间,大家都在疯啊,大家都在吵。 从几百块一个,到一两千块一个,到五六千块一个。 哇,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长那么多,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没人讲得出来。 也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你看,哦,这个就是真金白银,都没有办法。 只是一个交易的工具而已。 一个平台而已。 但是大家都疯了。 那个时候很多人啊,去买。 我看新闻,很多韩国的年轻人去买。 他觉得工作那么辛苦,我买一个,涨两天就涨一个月的薪水了。 一开始很多人不敢买。 后来没有买的看起来好像傻瓜。 这个大家都把,很多人都把钱淘先去。 特别很多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懂这个东西。 结果没多久,这个市场,那个比特币的市场开始崩溃了。 很多年轻人,哇,存了七八年的钱啊,十年八年的钱啊,准备要结婚的啊,准备要买车子的,全部一下子没有了。 哇,这个真的是会长翅膀啊。 请问你会把你的人生的目标放在一个会长翅膀的东西上面吗? 无论你投资在什么地方,都会有高有低。 诶,有时候他会飞过来,诶,好像你得到了。 但是有时候你还没有花他的时候,他就飞走了,哎呀,这个价格又掉了。 所以这个钱财,真的只是人生生活一个工具而已。 它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无论你我们拥有多少。 有一天这个东西都会飞走了。 啊,你活着的时候,有时候他就飞走了。 啊,就算你活着的时候,他没有飞走。 但是有一天你自己要走。 所以要了解金钱的价值,了解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钱只是一个工具,不是目的。 照常你今天去Canadian Tire,去Rona,去买工具。 你一定会问,我买这个工具回来要做什么? 我暂时需要这个工具,我这个工作做完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 没有人说,啊,我的嗜好就是每天去跑那些店去收集各样的工具放在我的车库,让我有几百种工具。 啊,不会说看到工具我就很开心。 啊,我工具越多就越好。 买那么多工具做什么? 你每一样工具一定有它的目标,目的。 所以了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不是得到更多的金钱。 而是透过金钱,我们可以在世上生活。 还有追求人生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所以说这里讲什么东西最重要。 用两个东西来对比。 第一个就是全世界。 第一样是生命。 哪一样比较重要? 哪一样比较值钱呢? 有价值呢? 这里说赚全世界。 这个不可能的。 你赚一栋房子都要公款几十年。 正常人,如果你退休那一天房子没有mortgage了,你已经是很幸运了。 有可能赚了一整条街吗? 我们这条街啊,Gothra是值多少钱? 你就从街头数到街没有几栋房子乘以一百五十万。 哇,那应该很多很多个千万啊。 不可能了,一般人不可能一辈子赚到那么多钱。 再扣大一点,温哥华可以吗? 不可能。 那再不可能,更不可能赚了整个温哥华,整个加拿大。 或者是全世界。 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个东西更宝贵。 这是你的生命啊。 你的永生啊。 如果为了求财,工作工作,赚钱赚钱,忘记了自己的生命。 身体坏了。 提早离开世界。 有什么益处? 再来,钱赚了很多。 信仰没有了。 信心软弱了。 很穷的时候,抓住主。 很有钱的时候,离开主。 这样值得吗?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想想。 求财的时候,要知道钱财在你生命当中,到底是有什么的意义。 我们不要侍奉钱财。 我们是要侍奉神。 好,第二点我们来讲,怎么样来理财。 一般人所谓的理财,那有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要保持它的价值。 至少不要输给通货膨胀。 第二,就是要把它增值,让它变得更大,更多。 这个就是一般世上理财的观念。 但是圣经呢? 教导我们更有智慧的一方面。 除了刚刚要怎么来保持那些之外呢?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得到钱财之后,我们生活还是要尽量过得简单。 还是不要太过看重物质的享受。 适当的享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过度的享受,就会影响我们的灵性,影响我们的信仰。 我们看真言的二十三章。 二十节。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节。 二十二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得了钱财之后呢,也要特别小心。 古代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享受,就顶多就是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太看重提升物质的享受,到最后可能会发现几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会变成贫穷。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富不过三代。 这句话用在中国人的社会很准。 中国人的非常富有的家族啊,到了第三代之后,还是很富有的,非常少。 第一代很努力工作,很小心理财,很节俭。 好,第二代接手了,看到爸爸的辛苦,哇,那我们还是要节俭一点,还是要把事业维持好,那也不要乱花钱。 因为他小时候可能爸爸还不是很有钱。 但是第三代出生了,就不一样了。 这个孙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很有钱了。 从来没有知道什么是穷。 哇,所以了,慢慢长大了,享受是必然的。 也认识了一些富二代,富三代。 这个富三代,富四代,我们可能富二代了,应该没有说富三代了。 都是富二代,因为第三代就不富了。 哇,这我们温哥华啊,富二代很多啊,有时候看,哇,这个名车里面呢,咦,他十几岁了。 哇,有一些去餐馆店,一大多载,吃两口,全部人都走了,哇,又不打包。 从小就很看重物质的享受。 不会节俭。 那后来呢,就变贫穷了。 但是犹太人一般呢,跟中国人的社会不太一样。 犹太人很多家族啊,很有钱,已经很多代了,超过三代,还是非常的富有。 啊,他们很会管理。 他们很会教育下一代。 今天很多人没有钱,但是花很多钱在奢侈品上。 哦,奢侈品啊,叫奢侈品。 没有错,现在没有钱,先刷了卡,以后再慢慢付。 哦,所以这个月啊,要开始有什么大减价啊,一大堆啊,大家拼命要去买了。 所以这里所说的酒啊,肉啊,这是消费品,不是生活必需品。 这样子,花花花花,花到最后,自己变贫穷了。 真的啊,今天很多人啊,他们穷,并不是因为没有收入,或是收入很低。 很多年轻人每个月赚很多钱啊,但是开销很大。 一有一点点钱,哦,这个猪台很好的吃。 哦,常常去去外面吃饭。 常常去旅游。 然后,到最后,哎呀,怎么我的信用卡还付不完,又要收利息。 所以圣经说,要小心。 要理财,这是要先控制自己的欲望。 酒也好,肉也好,够了就好。 不要过度。 不然的话有一天,也是会贫穷。 如果我们有智慧,赚到钱。 盖花的话,但是其他要存起来。 要是年轻人。 赚到钱要给父母一点。 爸爸妈妈,这个我每个月赚到了,这个你拿去。 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年轻人是约光族。 还不够,不单止没有给父母,月底那时候还问,哎呀,爸爸妈妈,能不能帮忙一下。 爸爸妈妈说,你都没有缴住了,你应该缴个住给我吧,还住在家里。 哎呀,没办法啊,没钱啊,但是我月底要去旅游啊。 这样子就很没有良心。 所以我们信主啊,生活上面只要展示出圣经的智慧。 你控制自己的欲望,过节俭,简单的生活。 需要钱的时候,就不需要为人家借。 那要给父母的时候,可以有可以给得到。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赚到钱要怎么理财。 最重要的理财,就是懂得感恩,懂得奉献。 我们看圣命纪的第八章。 八章十八节。 八章的第十七节。 圣命纪八章十七节。 十八节。 十八节。 如果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的路。 他们这四十年当中不需要工作。 每天都出去,早晨,剪麻辣,剪回家煮的,就吃的,就一天了。 不需要碰金钱。 很奇妙啊,从来人类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有几百万人可以四十年没有货币,可以过了四十年。 因为神直接养他们。 不需要金钱,因为金钱是人的货币而已。 但是金到迦南地就不一样。 他们开始要工作。 工作就会忙。 钱赚到了又会忙。 赚钱忙,花钱更忙。 你不相信,你去摩罗里面,你现在去Metro Town看看,找不到停车位。 没有绕了十五二十分钟,找不到车位。 哇,我经过那个Costco进去,我看到人家抢停车位。 哇,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买东西? 我本身不是会员,但是我去拿一个东西。 昨天看到两个人,好像都是华人啊,为了停车位吵架,差点打起来。 在我眼前有一对鸟,是海鸥,也在抢食物,也在打起来。 前面海鸥吵架,后面华人在抢停车位吵架。 我说赚钱要打架可以了解,花钱,找停车位也要打架,也要吵架。 那花钱也是很重要啊。 神早就知道了,你们进去迦南地啊,你会忘记我。 因为你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赚钱的力量是我得来的,我聪明。 我强壮,我有办法。 好,然后断了钱之后,我就想要怎么去花。 神看得很远,知道没有几下他们就会忘记我了。 所以神就定了一条例,你们进去迦南地之后啊,要开始奉献十分之一。 很奇怪的,神是个灵,神也不吃苹果,也不吃食物,也不花钱,为什么要百姓空间十分之一? 神要人透过钱,来让他们记得钱不是最重要。 你手上拿到的钱的背后,是神的祝福啊。 第一,神不把你带出来,迦南地,你还在埃及当奴仆。 第二,神不给你健康,你哪有办法耕天? 第三,天不下雨,你哪有收成? 所以你拿到那个苹果啊,那个番茄啊,十分之一,你要拿到圣殿,是属于神的。 当然,后来就有金钱就为师了。 所以所谓的理财啊,最重要,你把最重要的先理好。 其他的我简简单单过够用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神的东西我要给神。 这个就是先后顺序。 这个就是理财最重要的。 如果懂得奉献,懂得十分之一。 第二,生活又会节俭。 这种人长远来说,一定在财务上祝福他,让他越来越好。 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 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 神告诉百姓。 如果你怎么理财呢? 你将当大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窗户。 你拿到钱,拿到薪水,你都还没有开始花,你就算好了,这个是属于神的,我要把它还给神。 这里说,你可以试试看。 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把福到在你身上,让你拿不完。 你可能说,有那么神奇吗? 我们来看看,问一个问题,全世界哪一个民主最会赚钱? 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他掌控全球金融体系里面的大部分的资金。 他们是神的选民。 你不要以为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子。 他们也曾经有很倒霉的时候。 被掩护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也不奉献给神。 也不好好敬拜神。 所以曾经也是很穷苦。 到了先知,把这段话给他们讲了。 他们知道,原来生活当中我们要把神放第一位。 他们好好守安息日。 把神的时间用来敬拜神。 他们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当然了,就得到神很大的祝福。 今天真教会里面,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 很多弟兄姐妹体会到这个应许。 所以当我们得到财富之后,最重要不要忘记神。 如果做到这两点,你不会忘记神。 第一,奉献,十分之一。 第二,生活不要过度的物质花。 你少住这两点,无论你是千万富翁,一万富翁,都不会忘记神。 因为心没有改变。 不是说,啊,你不可以很有钱。 圣经没有这样讲。 不是很穷才很属灵。 数不属灵,不是看你银行里没有多少。 是看你的心态。 最后我们来讲第三方面。 怎样积财。 我们看看这样的求财。 又讲了理财,让他保值,让他不要亏。 那怎么样来积财呢? 这是第三点。 就是让他累积,变得更多。 世上的财务专家会告诉你不同的投资的方法。 让你的钱财可以累积。 如果你去年投资在加拿大的北美洲的股票市场,加拿大的股票市场。 这是加拿大就好了。 我看报纸,报纸说去年有8%的增长。 哇,这个就很高的增长。 但是无论你增长了再多,也是累积在地上而已。 你一定是放在其中一间银行。 或者是有一些人不相信银行,就把他的钱放在床底下。 有些人不相信银行,也有理由了,因为银行也会倒闭。 但是我们要把钱积在哪里呢? 才不会倒闭呢? 不会被人偷呢? 有时候你藏得太好,自己也会不记得。 真的,藏得太好,自己也找不到。 有人外面捐了一个沙花,结果有人把那个沙花买回家,一打开,怎么里面好像硬硬的,把它切开,哇,里面都是钞票。 藏得太好,自己都忘记了。 那要把它累积在哪里? 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6章19节》。 《《6章19节》。 《《2时节》。 《《20节》。 21 耶稣告诉我们,放在哪里最安全 地上的银行不够安全 受伤安全,有时候它也会贬值,有时候你自己也带不走啊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进到永生,以后进天堂 但是我们要进天国啊,要丰丰富富的进去 不要很缺乏的进去 之前听过有人这样讲 我们基督徒啊,不要以后人在天堂,潜在银行啊 真的,如果你世上的时候,在地上积财,放在地上,你进到天国,你带不走,你天国也没有 主耶稣说,最聪明的人累积在天上 因为天上没有虫咬,没有贼偷 好了,那怎么样来累积在天上呢? 第一,多做主工 我们知道,工作可以换来金钱 你在地上替老板工作,他每个月给你多少薪水 有人说了,你做生工,你再提教会工作,教会给你多少 教会里面的工作,大致都是义务的 有时候你还要出汽油钱 有时候你要花时间 花精神 那谁会报答你 你替主做的,主都会记起来 你来教会帮忙扫个地,耶稣都帮你记下来 你替主耶稣去访问 去看病 去接受目道者 那主耶稣帮你记起来 将来要祝福你 这样我们才丰丰富富的今天国 第二,如果你得到神祝福,金钱上面得到神的祝福 第二,如果教会有需要 譬如说我们现在要买会堂 感谢主啊,我看到这个数据啊,我觉得主耶稣真的很爱温哥华教会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也真的很爱主 在那么短时间之内 大家知道我们要多盖一个教堂,多买一个会堂,要传福音,大家都很踊跃的来捐助 有的是捐的,有的是借的 这些都是大家对主的爱心 其实主耶稣也是把我们这些把我们存在天上 这好像有一个孩子 他跟爸爸说 爸爸呢,我这个月赚到了钱 我省下来一点啊,你拿去这个来孝敬你一下 爸爸说不要啦,我什么都有 不行不行,爸爸难得我现在赚到钱,我一定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来 爸爸说好了好了,谢谢啦,谢谢啦 我们在座老人家啊,年轻人给你钱,要说谢谢啊,不要说不要啊 你说不要,下去就没有 啊,年轻人给你钱,你就谢谢,感谢主,谢谢你 啊,这个爸爸,我刚刚讲的故事的爸爸说好好谢谢你 但是他其实没有用他的钱,把他放在抽屉 我自己够用 他心里面想,我帮你存起来,以后你结婚,我帮你一些 父母都是这样想法 更何方天上的神 他什么都有 但是看到你的心 他帮你存在天上 所以在金钱上要做智慧人 不要做愚昧人 我们要知道怎样来求财 怎样理财 怎样积财 天上,我们来唱诗 一百二十圣 Fuji 人数千 一百二十圣 一百二十圣 一百二十圣